嗯 应该可以开始吧 哦那中文就开始了好好好那就开始好 好就是那个好就是就是上呃就是前两节课就是我们讲到的那个那个庞加来回复回复定理就是他那个关键就是呃 关键就是呃庞加来回复定理的关键就是就是如果一个系统他有一个有限的那个不变测度那么这个系统他就具有回复性 然后这节课呢就我们讲那个第一章的那个第三节就主要讲一些例子就是讲一些例子就通过几个例子就是来更好的去理解一下那个庞加来回复定理 好那我们第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呃实进制扩展这个例子 然后就是实进制扩展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变换然后定义哦看一下这个哦可以就是定义在这个零一区间上的就是呃然后就是零一圈上一个自营社 F是然后他就是对这区间上的一个元素X然后就乘以乘以呃乘以他的十倍然后再减去那个呃这个中括号的这个形式就是他的一个取他的整数 就是呃就是呃呃X就是他乘以10倍然后再减去他的这个整数就是10倍10X这个整数部分也就是说他只有小数部分就只有小数部分 然后也就是这边我写的那个就对任意的X属于01的话那么他就是呃FX就等于那个10X他的那个小数部分 嗯就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区间呃这个区间就是呃他那个图像的就下面这个图像就是我我对任意一个区间就是那个呃就是这个E嘛这边这个E这个区间 然后就是把我把它往回拉就是他的复一次迭代以后把它往回拉都可以拉成这种10个这种小区间 这种这种下面这种4个小区间并且每一个区间都是这个原来这个区间E的一个呃十分之一 然后这边我通过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取那个E是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那么那么他这个E这个区间的长度呢就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 然后我把这个E他往回拉往回拉就可以看到就是他在每一个就是呃就是就是把这个E平均分成十分那十分区间就每一份就十分之一嘛就在每一个这种小区间上他都有一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这种小区间就分别是这四个区间就从五十呃呃就是下面这种这四个小区间 这四个小区间并且他这每一个小区间他的长度都是五十分之一 都是五十分之一那么五十分之一刚好就是原来的这个原来这个区间E就是是五分之一嘛 然后他每一个小区间都是五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刚好就是他的十分之一嘛 所以这就是就是那个实境之扩展就是这个函数图像在零到一区间上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就是断言就是就是区间上的那个勒威格测度就是mu就是他在这个他在这个就是实境之扩展f这个硬式下它是一个不变的 它是一个不变的呃不变的话那他就满足就是对任意一个可测集任意可测集然后就是把它往回拉就等于这个集合E的那个呃他的一个测度 然后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就要这样一个断言就是那个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简单就是验证一下就是说我让E是零一区间上的一个一个子集当然是可测的了就是他的前向就往回拉一下就是他是由十个区间构成的嘛就是上面的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就是他刚好就是我认取一个E 他都是由十个往回拉一下都是由十个这种小区间构成的然后变成每一个每一个都是他的一个十分之一上面这个例子对刚好就说明了所以啊就是呃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点一点三点一就是他是成立的嘛就这个宝测嘛就这个宝测就是宝测他是成立的所以就是他在那个区间上的勒威格测度mu下这个实境之扩展这个f他是他是保湿测度的 然后呢就是那他对任意一个可测级他是成立的那么他对就是区间的一个有限病他也是我们就是可以验证他也是成立的就是这个有限病当然我们就不验证了就是有限病的话他也是成立的有些区间的有限病然后呢就是下面就是说如果所有的有限病区间的有限病他所形成的一个组 然后他就会呃就是一个代数嘛然后这个代数然后这个代数他就会产生一个波列尔Sigma代数就是零一区间上一个波列尔Sigma代数然后呃代数的话他是一个呃有限病那么波列尔Sigma代数他就是一个可数病下面这个那个定理一点三点一就是说明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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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宝测就是那个区间上的勒威格测度呃他对那个可数病他也是成立的可数病可区间的可数病 也是成立的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引力一点三点一呃就是呃当然这里的F就是一般的就不一定就是就更一般呃就不不止局限仪就是上面的那个那个那个实际质扩展就是让F是一个可测变换然后μ是一个呃呃有限测度在在M上然后我假定存在一个代数A这个呃花写的A就是他是由M的可测集构成的呃代数这个A然后使得A产生一个Sigma代数B 然后并且就是我对这个呃代数代数里的每一个每一个集合E他都是那个都是宝测的都是满满这个宝测的宝测这个性质然后呢他说后者后者就是那个Sigma代数了Sigma代数B了Sigma代数B它也是成立的也就是对于那个Sigma代数B里的任意一个集合他也是保持保持那个μ也在这个F下他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他也是保持保持呃宝测的就是在这个Sigma代数里的任取一个呃一个集合, 它也是保测的 下面就是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引力 就是从那个从袋数去推CM袋数 从那个有限病去推那个可数病 它也是成立的保测 然后我们我们 然后我们开始开始就是 开始的话我们就首先就是要证明这个C这个集合 当然这个它是我话题的 我就不好写 我就写这种加深的 这个C这个集合 它是一个单调类 C这个集合它就是 B里的B里的任意 B里的那些集合 并且它满足那个保测的那些集合 就是它的测度保持不变的那些集合 就是B里的 B是那个CM袋数 然后我要证明C这个集合 它是一个单调类 然后这边我蓝框框起来 就是来证明它是一个单调类 那么我们就首先就是让 这个E1然后含于E2 然后这样一直含下去 就是它是一个D灯的一个序列 然后它是当然这些E112 都是含于这个上面这个集合C里的 它是一个D灯的一个序列 然后我让E是他这些D灯序的一个病 从E到跑到无穷的 然后然后下面他说我根据那个 我根据那个定理就是那个A1.14 还有那个练习的那个A1.19的2 然后我可以得到这样一件事 然后我就先我们就先看一下 就是这个这边要放大一下 就先看一下这个定理 这个当然因为我们只是引 就是引用这个定理 所以我就不不证明了 就这位就是这个定理A1.14 就是这个就是他说让A是一个呃代数 然后由那个X的那个子极构成的 然后μ是一个那个有限可加 有限可加函数 当然它是小于无穷的 呃就是它这个全全空间的这个 它是小于无穷的 然后就是说这个μ它如果是Figma可加的话 当切仅当就是这个右就是N跑到无穷的话 它这个an它的一个这个μ它是等于的 Sigma可加就是可数可加吗 呃呃对可数可加 然后从这就是从有限可加到可数可加 然后并且啊这些这些序列 这些A它是一个DD减的一个 然后并且它满足就是说 这些D减的这个集合 呃就是它交一下会等于空击最后 就是跑到无穷的话 然后这是那个呃定理AA1.14 然后这边的那个一就是这个练习A1.9 就是它的一个两个推论 就是一个推论嘛 然后我们就直接看这个B就可以了 呃前面的条件都是一样的 就是有那个有限可加 去推那个Figma可加 就是当切仅当 就是这边啊 就是因为B这个刚好是我们所用到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B就可以了 B这个就是说对一个这样的低低的一个序列 就是这边就像跟我们提中的一样 就是AA1含于A2 然后一直含下去 然后由B它所产生的 然后就是我对这个 我对这个就是我对这个 B就是让这这些地震这个序列把它并起来 从A跑到无穷 它的一个测度 呃当然这边它不是测度 它是一个那种呃有限的Figma可加函数 呃其实可以认为一个测度了 就是这边呃就是把它求它的这个这个B 它就等于就是那个N跑到无穷 就是最可以说就是那个跑到无穷的 那个A就等于那个呃因为它是呃就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就它的病就是它的那个就就只在这个函数作用下 就直接等于它那个最大的那个呃就是N跑到无穷的那个 然后就是这是我们就主要用到这个就是这个B 就是这个B这个性格 1.9这个B这个性格 然后我们再回过来 回过来就是我用到刚刚那个B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它是一个地震的 地震的那我E也是它的一个病 就是E跑到无穷的一个病 那么MuE就等于它的那个MuEI I跑到无穷的就是Limited就是I跑到无穷的 同样的就是往回拉的话就是FF-E的那个E这个集合 然后也是等于I跑到无穷的这个集合 然后由于就是每一个EI我都是属于这个上面定义这个集合C里的 因为我让它都是这边定就是这样取的嘛就取从I 从这个C里这个取的EI每一个都是含义这里的 那我就可以推出这个E这个E大E这个集合它是保持特度的 因为因为它每一个都是 它每一个EEI都是在这里面的在这里面的集合它都要满足这个性质 就是这个宝测这个性质 那它的这些病肯定也是满足的了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大E它也是满足就是宝特这个性质 宝特这个性质那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大E它也是含于这个 也是含于这个就是这个C里的也是C这个集合列就可以得到这里 那同样的方式就是我可以去验证那些DD减的那些序列 D点序列那就取它们胶 也是可以验证就是就是这个D减的那个序列 它的那个胶也是含于这个C里的 也就是说也是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序列 它的那个胶也是含于就是它也保满足这个宝特性质 那D增的和D减的都可以验证 它都是会最后它会含于含于这个C这个集合 那我就可以得到就是这个C这个集合它是一个单调类 然后得到它是一个单调类以后 然后下面就是它说由于C它是假定就是包含于的 就是这边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C我这个集合我取的那些元素是从B里取的 B它是一个Figma代数Figma代数它就是可数的 它就是有无限多个但是可数 但是A它是一个有有限的它是一个代数 所以就是A里面它就是A这个代数里它只有有限的那些集合 然后C它是因为是取的那些无限的所以它就是 就是它C是包含它可以把A给包含住 然后就是C包含A 然后我再通过那个单 那个单单调类定理就是这个A A1.18就是A1.18 然后这边我就简单的写了下 就是这个定理A1.18 定理A1.18就是它就说到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包含A的那个最小单调类 就等于由A生成的一个Figma代数 就是虚数这样一件一件事 包含A的最小的那个单调类 就是由A就等于由A生成Figma代数 那么这边 这个C它是一个包含A的一个单调类 这边它是不是最小我不知道 但是它如果是最小那么它就等于 就是根据这个定理下面这个18 18这个定理 就是如果它是最小单调类的话 那它就等于由A生成的那个Figma代数 那它是它 我们这边只能证明它是它 它是一个单调类包含它的一个单调类 它不一定是最小 那所以就可以得到C它要包含那个由A生成Figma代数 它要包含那个这个Figma代数B 因为如果它C是最小单调类的话 那它就等于因为这边没说它是最小 所以这边就说它是包含 所以这个我们就证完了 因为这边我证明就是C它包含这个Figma代数B 也就是说B里的所有的那些集合都可以满足这个保测性质 因为C这边是保测 那么B里的任意一个集合都满足这个保测性质 也就证明了这个Figma代数 就是Figma代数B Figma代数B它在那个测度下 它也是就是保测的 就是在这个F下它是不变的 就是保测度MU的 所以这就证明了就是 就是对那个可数个病的区间可数的病 也是那个成立的 然后 然后 下面的话就是我们来就来解释一下 就是那个实际之扩展 就是这个这个系统或者说这个映射 就是运用那个庞价来恢复定理 就是看看它是怎样具有回复性 然后下面就是 呃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让X就是那个就是0到1里的一个元素吗 这开它肯定是属于0到1的 0到0到1里的一个元素 就是0 然后这边A0A1这样一直跑跑跑跑 然后每一个元素AI它都是属于就是那个0到9这个10个数字的 然后并且我们让AI不等于9就是不能无穷多次的那个等于9 如果无穷多次的那他那他就那个就无穷多次的话就可能就 呃就一直跑跑 那就如果如果一直999999 那那只要就有就就不行 就然后就这个 然后就是就是呃就是这个元素 它在那个实际之扩展 因为这个F就是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实际之扩展 前面定义的实际之扩展下的那个就这个元素 它在这个F的下的像是作用一次作用一次这个X 那它就相当于我乘以10乘以10再减去那个整数 那我乘以X乘以10那这前面就是A0点A 乘以10的话那就是A0点A1 然后A2然后我再减去它的整数整数那就是A0了 所以就变成0就变成这个了 所以就变成这个了 因为我要再减去整数吗 呃所以就变成这个乘以10那前面就是A0了 A0再减就是0-A1 呃作用一次A1就就在这个第一个位置上 那作用两次的话 那么A2就跑到这个第一个位置上 那作用三次A3就跑到这个位置上 那所以就会有一个F的一个迭代 就会Fn 呃Fn次就是作用对X作用N次的话 这边第一个位置就是An 所以就会得到这样一个一个式的 就是呃它的一个N次迭代式 那我下面的话就是我让E这个集合 它是一个呃就是那个 一个那个实进制 实进制那个实进制展开开始 并且它是以7开始的 也就是说1里的1里的数字 它就是呃就是0点 然后就是呃就是这种就是7开始的 然后后面就是A1 然后A2这张一直跑跑 然后它就是1里的每个元素都是以7 第一个位置它是7开始的 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集合 就是这边就是开始以7吗 你数字7开始的 也就是A0等于7这边 然后呃这样一个集合的 然后我再运用那个庞价来恢复定理 就是那个呃运用那个定理1.2.1 就是那那对1里的每一个元素 它都会存在无穷多个N 无穷多个N就是呃存在无穷多次 就是存在无穷多次的迭代会回到E 也就是说会存在无穷多次的N 会就是会使这个它会又又会回到E 也就是说这边这个这边这个E 这边这个7开头 它会呃就会存在无穷多个7开头的 就是它会再回来 呃就是用庞价来恢复定理 就是这样这样说的 就是它会存在无穷多个N的值 就是呃再回到E 然后然后我再根据那个 那个就是一点这边1.3.2 呃一呃对1.3.2 就是这个等下我擦一下 1.3.2就是这个是然后我再根据1.3.2 然后这就意味着就是它有无穷多次N的值吗 就是10到AN等于7嘛 也就是说就是AN就是第一个位置等于7的数 它有无穷多个 所以它就会回来吗 就是就会回来 因为E这个集合就是呃第一个数字 连后面第一个数字是77开头的 所以就会存在无穷多个 这种7开头的数字 那所以就会回来 然后呃 然后所以我们就证明了就是对几乎每一个数X就是它的那个 实际制展开吗 就是以7开始它都有无穷多次的那个呃 就会有无穷多个数字 它会等于呃等等于7嘛 就会无穷多个也就是说有无穷多个AN会等于7 AN是有无穷多个的这边 会等于7 那这边我们是以7开头了 那同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就是也会当然也可以扩展到就是以0 然后其他的1 然后有什么1到9这种都可以 也都可以验证它是具有 具有这个回复性的 同样的就是书上还讲就是说它这个地方 呃它对于那种就是如果我有一一连串数字 比如说我有 我有我有第一个数字就是连续的 比如说A1呃什么一直到AD 我有第一个这种数字一个数字串的 就是呃它也是可以回归的 就是根据那个庞价来回归 它也是可以可以回归的 不过书上就没有细节 我也就不再展开了 就是它对一个单个的数字可以回归 它对一个这种有限的一个数字串 也是可以回归的 就是就是这个实境值扩展这个 那呃对 然后第一个例子就说了实境值扩展 它在呃就是勒贝格测度下 曲线勒贝格测度下 它是可以回归的 就是那个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讲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讲那个高斯高斯映射 高斯映射 然后高斯映射 它与那个数论里的那个连分式展开 然后就是密切相关 呃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连分式展开了 然后他又对那个寻找就是任意实数的那个 呃有理数的一个对加逼近 然后就是就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后 所以我们就看那个高斯高斯映射之前就先看一下那个 就是那个连分式展开 然后 然后就首先就是给定任意一个数 就是0到1之间的一个数 x0 然后我让a1呢 就是呃当面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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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括号的这个就是取整数 取它的整数 因为x0是一个小数 小数吗 0到1之间的 那么他就是他在分母上就是x0分之1 他肯定是一个大约1的数了 所以就是这边我取整 取整以后就可以看到a1 它是一个自然数吗 就是那个 它是一个大约1的肯定 因为它是小数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数 然后呢 我再又令x1等于那个x0分之1减去那个x1 x1就是前面的这个就是x0分之1整数 那这个x1就等于x0分之1减去那个x0分之1的取整 就就是这个样子 呃然后这是x1 然后可以得到x1 它是属于那个0到1之间的这次左左右开 因为它可以等0吗 比如说我取 我取x0等于1分之1 那x0分之1它它就是2 那它取2取整还是还是2 所以它它是可以等0的2减2就是0 所以这边这边是那个可以去到0的 x1就属0到1 然后我就连累这两个式子 就可以得到x0等于a1加x1分之1 连累这两个式子就可以得到 然后并且就是下面我再继续这个这个程序 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当然我要假定就是那个x1它不能等0吗 因为x1如果如果它等0的话 我就作用在分母上就 就因为它没有意义吗 所以我就假定x1它不等0 假定x1它不等0 然后我再重复这个操作 然后令a2等于x1的 然后分之1取那个取整取整数 然后令x2再等于x1分之1减去a2 a2的话那跟上面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操作 那它就等于x1分之1减去那个x1分之1的一个取整 就是这样 然后因此然后我再连累一下就可以得到x1就等于a1 呃加x2分之1连累一下这两个式子 然后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再去再去代入之前那个式子 就可以得到x0 x0等于a1 然后加上那个a2加x2分之1 哦就这样 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呢就是我用归纳法就是就可以得到 下面我就根据资料 然后用归纳法就可以得到就是aN 它就等于那个xn减1分之1 然后取整 然后xn就等于xn减1分 aN之1减去aN aN的话就是前面这个取整嘛 就它本身的一个取整 取取整 然后我在用它本身减去取整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小数 是一个小数部分 这边我用的这个j 那就是大j jxn减1 就是这个大j后面就会讲到 这个大j是那个高斯高斯映射 就高斯函数或者说高斯映射 然后就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每一个xn就相当于 高斯映射作用在它前面的那个xn减1上 就会得到那个后面的那个xn 然后就是通过观察就会就可以得到就是x0啊 就是我给定那个xn就等于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就是这种就是分式的这种一个 这种这种展开形式 一直到xn 就是x0 就等于这样一个分式的展开 就就不断的代入之前的 不断代入之前就可以得到最初的那个x0 就等于这样一个分式的一个展开 然后这个呢我可以把这个 我可以把这个x0 然后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序列 就是一个zn的一个序列 看成一个序列 就是一直从a1这边一直 一直这种加加加加加 一直这种就是连分式这种加法 一直加到amg1 看成这个序列 然后这个序列 它是收敛到x0的 当我跑到无穷的话 并且这个zn这个序列 它就是那个x0的 就是一个 就是有理数的一个最佳逼近 最佳有理逼近 就是它的用 就是因为x0是一个实数 就是有理数的一个最佳逼近 就是用有理数去逼近这个实数 就是它的一个最 就是最好的一个逼近 然后就是通常的就是这个x0 然后就是写成这种形式 就是一直加加加加 然后这个形式就是1.3.5这个形式 然后就叫做那个x0的一个连分式展开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它就叫做那个连分式 就是x0的连分式展开 对任意的x0属0到1 然后对在这 就对对任意的x0属0到1 这都是x0的一个连分式展开 那当xn等0的时候 就是这个1.3.5这个连分式展开 它就停止了 也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看这个1.3.3 就是当当那个xn等0的时候 那这个这个式的就就停止了 就就就就不能再往下作用了 就是xn等0的时候就和xn等0的时候 它就到an了 因为xn等0就没办法再往下写了 因为后面的话作用的话 我要再去xn的倒数 因为它等0了 所以这个这个程序就到此就终止了 就是如果xn等0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锦刀就是xn 它是一个有理数的时候 也就是说 它它最后成为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也就是说 也就是这边如果换成x0的话 它是一个有理数 因为有理数都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可以它都是 就是因为这边都是分数 都是分数都是分数 所以就是当切锦刀就是 不是当切锦刀 就锦刀x0是一个有理数的时候 它才会停止 就是会被会走走在某一步的时候 被一个就是就是分数就会停止 因为是有理数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就来看 就是这个联分式展开 这个运算法则 它就和那个高斯映射 它是就是紧密相关的 就是那个 然后高斯映射的话 就是这个高斯映射 也是定义在零一区间上的 就是这个j大j函数 高斯映射 然后它就定义为就是j 位于零一区间上的任意一个x 就是它就定义为那个x分之一 减去x分之一的一个曲整 因为和之前呢 就是那个类似 就是那个联分式展开的定义 类似就是取倒数 然后再取这个倒数的一个整数 得出来的还是一个小数 这边也写了 就是它就等于x分之一的一个小数部分 当然这是x要属于 就是那个0到1的 就是左左开右臂 因为j等0的话 就没办法放在分母上 所以我们就这边就规定 j0就等于0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图像的话 就是就是那个高斯映射的这个图像 不过呢 我们就是把那个没 我们就是分了一个这种小区间 就是通过 就是我对每一个x 就是发现 就是它在每一个这种小区间 就是Rk Rk就是k加1分之1到k分之1 就是左开右臂这种区间 在每一个这种小区间上 就是x分之1它的一个整数部分 它就等于k 它就这个k就刚好跟前面这个小区间的下标 对了起来 那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高斯映射gx我就可以写成x分之1减k 然后因为就是因为这个观察后面就是我们的那个 很多计算都要用到这个观察 就是那个 然后然后这就是那个 这种就是那个小区间 第一个就是1到2分之1 就是那个不是 这样应该说 那个2分之1到1 就是R1 就是这个这个区间 然后这是就这就是R2 就是3分之1到2分之1 然后这就是R3 就是4分之1到3分之1 这就是这个小区间 然后就是我对任意的x0 就是属于0到1之间的一个x0 就是它的联分式展开 我都可以通过这个高斯映射可以得到 an的话 它就被这个gn-1x0的 就是被这个它所决定 然后我这边就是 我先写一下之前的那个联分式展开 就是an 他不是要等于那个xn-1分之1吗 就是曲整 然后xn的话 我就等于xn-1分之1减去an an不就是它的曲整 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 就是之前就可以定义 这就是j就作用在xn-1 就是作用一次就会得到xn 就是作用一次 它就会得到它的下一步 作用一次xn-1就会得到它的下一步 那就是jxn-1就相当于对j0作用的这一次 就是对对x0作用的这一次 就相当于对x0进行的这一次结代 因为它前面的那个联合式展开 其实也就是一个这种的一个迭代 就是因为最开最后我都可以写成一个x0 等于这种一个连分式展开 连分式展开 其实也就相当于对x0这样 而高适应差作用的n次 就是 然后 呃这边是那个jnx0等于xn这边 然后这边的话本来an应该是 应该是被xn-1决定的 就是an应该是被xn-1决定的 那jn-1x0就等于xn-1 因为这边我已经得出来了 xn等于jnx0 那xn-1不就等于jn-1x0了吗 所以这边他写的那个jn-1x0 其实就是这个 我写的这个蓝色的这个xn-1 是被他决定的 呃 然后 然后这个的话 他又属于那个 呃 又属于那个 又属于那个ran 就是那个ran 因为他又跟那个k是对应起来的吗 因为这边k 这边这个k就是对应的这个下标吗 而这边的那个k的话 就是那个k 这其实这个an就是k an就是k an就是k 所以这边就是ran 就是这个下标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k 这个也是k 跟这个就是对应起来 然后这边xn的话 就是那个jnx 就是x0的就是高适应式的n次结代吗 就这边xn等于它的n次结代 对xn 然后得到这样 呃 然后就是下面就是我们要讲就是这个高适应色 它是 就是 一个就是应该就是 实际上说是一个那种显著的事实吗 就是从辩论的角度 就是就是这个高适应色 它它可以有一个就是不变的概率测度 并且这个概率测度 它是等价于一个区间上的勒贝格测度 那它高就是这个高适应色 它有一个不变的概率测度 概率测度肯定是有限的 那它根据那个庞价来恢复定理 那这句话它就意味着就是说这个高适应色 它一定具有恢复性 因为它有不变的概率测度 并且是有限的了 所以就是高适应色它 它具有恢复性 就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后面的话就是我们来就是 就是来考虑这样的一个那个概率测度 不变的概率测度 并且它是等价于那个那个区间上的那个勒贝格测度 然后这就是我们考虑那个测度 就是mu1 mu1就是mu这个这个测度 然后我让它定义在就是 就是通过就是 呃这个集合1吗 它是属0到1区间上的 然后就是通过1加x分c这个函数 然后dx dx就是那个勒贝格测度了 勒贝格测度 然后这样定义这个这个勒贝格测度 就是这个 呃就是J的这个 呃就是这个这个不变速度 就是mu1 然后这里c是一个大约0的常数这边 然后这个这个积分就是那个呃就是就是定义良好的吗 然后因为这个函数就是1加x分c 它是一个连续的在这个0到1这个区间上 并且就是它的取值就是2分c到c嘛 因为我就去去0跟1的时候就会得到 就是那个2分c跟c 去0分别去01这个x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上下界 那这个函数我有上下界 那我就可以得到这个mu1它有个上下界 就是分别取那个对大跟对小的时候 它有一个上下界 那这个mu1它有上下界也就意味着这个mu1它也是个有限的 有限的那也就意味着 呃 呃 他有他这个句话 这个地方已经说明他有限了 那下面我们只需要验证就是 他是一个他在这个高斯映射下 他是一个不变的就可以了 因为有限加不变测度就可以得到那个呃 就是高斯映射他就呃就回复性了就 然后下面的命题1.3.2就是说 就是这个上面我们定义这个mu测度 他在高斯映射下是不变的 并且就是如果选择这个常数c等于log2分之1 就可以得到mu它是一个概率测度 好那下面的话我们就要证明这个呃就要证明这个命题1.3.2 呃证明这个1.3.2之前就是需要用的话这个引力1.3.3 就是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引力1.3.3 引力1.3是讲就是呃这边的话就不是那个高斯映射了 就是一个就是一般的那种了 就是F是一个0呃01到01上的一个呃变换 然后并且使得存在一个就是两两独立不相交的这种开区间 R1R2一直跑到无穷 他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这些这些小区间开区间啊R1一直跑到无穷 他们的并 要有一个就是01上的一个全呃就01上的一个呃就是全 就01全空间上的一个呃那一个测度 就是他们的并就要等于这个01区间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我把F限制在这种小区间上这个IK 就我可就可以把它写作呃FF小K下标 这是对他的一个限制 然后呃他在那个0101上它是一个那个呃微分同胚 就他就其实这个定义就是呃就是那种更一般的那个高斯映射 因为他他要具有那个高斯映射的一些性质嘛 就比如说这个函数这不就是高斯映射吗 他就在每一个这种小区间上他都要把这个01区间给印满 每一个零这种小区间上都把这个01给给跑满嘛 就是也都每一个小区间都会跑满 所以他就呃这个就是也也定义了这种在每一个RK上 他都会是一个呃微分同胚就是on to on to 01 然后下面就是呃就是我让他满多这两个条件 然后呢我让肉是一个那个科技函数 对前满多这个这个表达式就是肉Y等于这个Figma 然后每一个X就是 肉X在比上这个XF这个导数然后取那个绝对值 然后就是肉他要满多这个条件 然后则我就可以说那个MU这个测度 他就等于这个肉DX他就是MU这个测度呃就通过这个肉来 就是来给出给出以后他在这个F就是这个引力中的F 他是一个不变的是一个不变测度 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要来证明这个引力 引力1.3.3 嗯第一步就是首先也不说第一步就是首先就是 对任意的那个自己就是可特自己的当然是01 里的可特自己1 呃1然后我让那个Fy让Fy这个函数是他的那个是他的一个特征函数 就是E的一个特征函数就是那个卡E就是他的一个特征函数 或者说那个式性函数让Fy是一个特征函数或者式性函数 呃然后呢我改变那个积分的那个变量改变积分的变量 就是我这边是这边的那个下面这个集合是I小K 在I小K上这种一个小区间上我Fy 呃然后F这边的话我就是我呃就是我另那个我先说前面吧 就是Fy那个Fx然后Raw x dx 然后等于等于这边这个这边的话我就是呃我令这边的话我就是那个令Y等Fx 令Y等Fx令Y等Fx那么Fx因为这个X是属于I小K的吗 因为他这个开始我们就在这个I小K上S是属于I小K的Y等Fx 那Fx是属于Y小K I小K的I小K那他在这个他在这上面的限制就是Fkx就可以加一个下标 就说明他在这个小K区间上他属于0到1的呃 然后Y等Fx那X我就可以反作用下就是Fk的一个一个负义次那个他的一个利对Y的这边就可以通过他来得到X就可以得到他 然后呃Dx就是Dx他的那个导数我就可以通过这个表达是得到Dx就等于Dy前面这个系数就对他进行求此导嘛就得到这个然后我有了这边这个这个蓝色的这边我用来说明这个然后我就可以回到这边了呃 这边的话Fx我令他为Y嘛所以这边我就带你去是Y Phi Y然后这边是X嘛 XX我就可以用这个用这个来表达X就等于Fk的负义次那个Y的一个利就带你去然后这边嘛本来他是Dx嘛Dx 然后我就Dx因为等于他嘛Dy然后这边他取了一个绝对值应该是为了保持那个特度的恢复性吧就是那个这边取了一个绝对值 然后这个这边是可以到这样我把这个式的D积为那个呃就是那个星式就是一就是那个这个星式 然后呢又由于就是他俩呢就是又互为反函数呃互为反函数或者说逆函数就是所以他俩的那个导数呃就是自己要等于一嘛所以他就等于他的一比上他的一个他那个反函数或者说逆函数一个导数 呃然后由于他呢然后我就这个心事就正面这个心事我就可以退退到 嗯这边就是 就是我上面的话是取得那个小K区间嘛就是在这种小K区间的肉呃就是那个呃小K区间上这个 IiK这种小区间成那个他的一个积分然后这边呢我是对这个全空间就是01嘛全区间这边就是全区间01嘛在这个01上进行积分那对01上进行这个积分 那就等于就是每一个每一个这种在每一个这个小Ik上然后把它加起来呃因为前面那个第二呃第一个条件就说了嘛就是他就是并起来就等于那个全在01上的全全部的那个那个那个测度 嗯嗯所以就是我们再来接着就是我从0到1这个区间上积分就等于把他们分别在每个小Ik上就把它加起来加起来以后然后这边就是带你去嘛 带你去带你去以后然后呃然后这边呃呃这边那个等一下我看哦这边的话我就用这个替换一下嘛因为这边这边就是F IK这个小区间这边呃 Fy Fx Rho X这边DX这边然后我就用这边这个替换一下然后就变成呃这个Sigma就是这个Sigma求和还是放在外面不变 然后这边就变成01然后Fy Y然后这边是Rho Rho他然后这边还在这就没有变然后这边呢他不是有一个绝对值的他吗然后我再根据这个这个互为逆函数然后就就可以写成一笔上他的绝对值然后这边就是所以这边就变成这个样子 一笔上他的一个绝对值因为这边是个绝对值这边那就是一笔上他的绝对值就放到这里所以就变成这个变成这个式的那这个式的我把它记为二式就是两个星星的这个式的然后呢 根据这个根据那个呃单调收敛定理还有那个1.3 3.8 1.3.8就是这个就是他满足的这个条件 就是就是这个二式就是两个星星这个式子他的最后一项就是这一项最后一项他就等于下面这个 就是根据单调收敛定理呢然后我就把这个Sigma可以拿进去拿进去以后然后就是只把那个 这边纸纸纸纸纸纸纸关于他那个有K向的那个这边把这个拿拿进来拿到这里然后拿进来然后再根据那个 那个1.3.8就这个是1.3.8是对每一个X就是FY的一个往回拉的每一个X他都有这个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仔细看就是他对每一个Y就是在每一个小区间上每一个小区间上都往回拉每一个小区间都往回拉所以说这边也就对应着一个X 这边其实就是X就是上面我们定义的这个X 所以X就是每一个小区间都会拉一个X每个小区间都会拉所以从一跑到无穷所以 所以也就相当于1.3.8把它给拉满了往回拉满 所以这个 这个求和的就是这个他就相当于一个Row Y了也就相当于把它给拉满了往回 就跟这个是对应起来因为他这个是每一个X这边往回拉也是每一个他都会对应X每一个都会对应X 给他拉满了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边就可以得到呃01这边是FY这边这个这个这个是就可以写上这个Row Y了然后这边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就是因为这个这边就是这个式的他其实是这个24的这个右边嘛 那其实说这个这一项也就等于这一项了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0到1上的那个FYFX Row X然后DX就等于就等于这一项也就是FYRow Y 这一项那由于那个这个MU它是等于这个Row DX的然后FY我前面定义的是那个那个什么特征函数或者那个式性函数 那那那其实这个的话就相当于呃因为他我就可以把它替换成MU嘛这边我也看他把它替换成MU那就相当于这边 这相当于XE然后复合上F因为这个是MU了嘛所以这就相当于FY不就是那个特征函数吗就KE然后复合上F然后这边就这边就只剩一个KE了因为FY是那个特征函数 嗯这个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这不就是那个呃就是第一节我们最开始证明那个命题就是他如果是一个宝测的当时挤到这个积分成立吗就是这个积分成立 所以我就可以推到就是呃就是这个他是一个就是这个宝测的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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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MU等于Row DX XX他在F加是保持不变的就是那个所以这就证明了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引力引力1.3.1然后有了这个引力啊不是1.3.3有这个引力1.3.3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证明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命题1.3.2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命题1.3.2就是讲了就是这个测度MU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呃上面这个MU他在高斯硬式下是不变的并且我们取那个C等于log分之一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MU他是一个概率测度然后这边我们就来证明这个命题首先就是我们证明这个命题第一步首先就要证明就是那个 就是1.3.4他对那个Row等于一架XX和F等于高斯硬色J他也是成绩的因为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F他是正的更一般性的 然后我们第一步就是要证明这个F他等于高斯硬色的时候并且这个Row他等于这个一架XX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希望当然希望他他也他也满足这个电力1.3.3 那那就可以了然后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来证明这样一件事就是证明这个Row等于一架XXXX和F等于高斯硬色他也满足满足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定理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来温校XXXXX3.3.3. 然后下面我们来验证就是让就是让F然后用高斯硬色替换然后RowX也是加elyZ 然后JK的话那就JK也就相当于J然后就是他在多用的每个小RK区间上吗 RK就是那个前面高斯硬色定义的那个K1分之一-K1分之一然后K大1等1 然后 然后这边我把那个蓝色的就是 我再把那个高色映色的写一下 它在每一个这种小区间上 那个gkx就等于x分之1-k 然后我就可以 就是求得它的一个逆 gk的一个逆 就可以求得它的一个逆的一个 一个函数 就是y加k分之1 并且可以求得它的导数 因为我有这个表达式了 表达式就可以得到负的x分之1 x不等0 然后求成了以后 然后我就可以 就是带进这个这个极数了 带进这个极数 因为它我们都有了 它是一个分数带进来 这边ro等于这个1加x分之1也带进来 然后这边它就是它这边也带进来 带进来以后 然后就是化减化成这样一个 然后就是带进来 就是化减化减化减 就是化减最后化减就是 就是得到就是这边 就是那个y加1分之1 y加1分之1就等于ro y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ro x就是定义的 就是x就等于ro x就等于1加x分之c 然后这边是y加1分之c 那y加1分之c 那不就相当于ro y吗 所以也就也就证明了就是 它对就是ro等于1加x分之c 和f等于高次映射 它也是满足这个 它是满足这个这个1.3.8 1.3.8的1.3.8 也就是说它要满足这个引力1.3.3 这个这个蓝色化框的也就是来验证 就是说对于这两个就是高次映射 f是高次映射跟ro x等 1加x分之c这个函数 它们也是满足上面那个定理的 然后我有了这个 它们满足了以后 我就可以得到 因为f是高次映射 高次映射 那么mu这个测度 它就在高次映射下是不变的 所以我就证明了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 就是说这个mu 它在高次映射下是保持不变的 然后呢下面我再取那个全空间01 当然我们这里的全空间就是01了 01这个空间 就是全空间01 它的一个测度 那它01上就相当于 对它进行一个勒贝格积分 然后就是01 然后这是那个 1加x分之cdx 然后这个就很容易就得到 就可以得到它是c辈的log2 c辈的log2 然后所以我们取c等于log2分之1的时候 那这个01上的那个全测度 它就是1了 所以它就是1了 所以取c等于log2分之1的时候 也就可以得到它是一个概率测度 这边就是01 也就是说这边它是等于1了 它是一个概率测度 所以 所以到这里就是 我到这里我们就证明了 就是那个 证明了就是那个 就对就证明了这个命题1.3.2 命题1.3.2就是 它就讲了这个高次映射 它有那个不变的概率测度 有不变的概率测度 那就意味着它它具有回复性 因为这是根据那个庞价来恢复定理的 那个来得到的 有不变的概率测度 当然也是有限的 概率测度肯定是有限的 它就会具有回复性 所以这个高次映射 它是也是具有回复性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个就是圆的一个旋转 第三个例子 就是讲圆的一个旋转 就是circle 那个就是那个圆的一个旋转 就是看圆的旋转 就是先要看一下 那个就是它定义的一个等价关系 然后考虑就是在实现 而上的一个等价关系 就是用这个 就是一弯 等价关系 这个一弯来表示 就是它定义的就是 任意的任意的数 就是任意的两个数 或者说任意的数 就是他们的差 就是是一个整数 也就是就把就 是一个整数的话 那我就说这两个是一个 它就具有这种等价关系 就是x1y 就就说明它就 就具有这种等价关系 就等价于就是x减y 它要属于一个整数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它们就相同的那个小数部分 因为任意的两个 x跟y它是实数 它们做差以后 它会得到一个整数 也就是说 xy它们具有相同的小数部分 然后就下面我以这个 就是这个中括号 这个x表示就是那个 表示 就是这个 对每一个x属于r的 它的一个等价类 等价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任意一个实数 就是我 就是对任意一个实数 x属于r 然后这个等价类就是 就是和x具有相同小数部分的 那些数 就那些实数 就比如说 x等于1.23 呃1.23 那么它的 呃x的等价类就是 就是那些数 呃就是那些 他们 他们的小数也是 就是小数部分 也是0.23了 就是当然前面的整数 它可以是任意的 就是就是前面那些 呃前面那些整数 它可以是任意的 就是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小数 就是x等价类 那些数 他们有共同小数部分 x等于1.23 那x的等价类就是 呃就是0.23 就是前面加上一个整数 就是 就是这样 他们就有相同小数部分 呃 然后呢 就是下面就是 我们表示就是 r拿掉这个z r拿掉这个整数 这个空间 就表示那个 所有等价类的空间 就是r拿掉这个z 那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空间 表示就是所有等价类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 就是r拿掉这个z 这个 这个 这个空间 它又叫做一个圆 一个圆 呃就是我们要把它表示为se 就是一个圆 那之所以这样叫呢 就是因为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空间啊 这个所有等价类的空间 r拿掉这个空间 它可以通过一个映射 把它映射到那个 抚平面里的那个单位员上 而这个映射就是这个映射 就是phi这个映射 phi这个映射 它就是把那个 这个所有等价类的空间 就是r就是 十数拿掉所有整数以后的那些 那些数 可以映射到这个单位员上 单位员 就抚平面里的单位员 通过这样一个映射表达 就是 就是我取任意一个 这个x当然是等价类了 等价类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映射成 x 然后这样 就可以映射到这个抚平面里 抚平面这个单位员上 就是这样 然后 然后这个phi也是定义良好的 因为他这个x到这个1的那个rpxi 它是它是有周期的 并且它的周期是1 因为这个是 在这个这个可以通过那个 那个 欧 那个欧 那个叫什么 叫欧拉公式 欧拉公式 可以把它用那个三角函数给分出来 分出来以后 因为三角函数 它具有rp周期 所以它的所有的整数 就是1 就是1 所有的整数 它都可以被rp给消掉 因为以rp为周期 都可以消掉 所以它的周期是1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1的rp rpxi 它不依赖于x的那个选择 就是 这个其实 就因为是这个等价类 因为就是 比如说 x等于1.8 跟x等于2.8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它们都是一样的 因为x1.8 x等于2.8 它们是同一个等价类里的 就是那个 就0.8 这个 这个小数部分的 这个等价类里 所以对x的选取 没有去 就是不依赖于x选取 就是 然后并且那个 phi它是一个双色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就要定义 就是 就是那个旋转映射了 就是那个圆上的 那个旋转映射 首先就是说 这个圆 就是这个 实数拿掉 这个整数以后 它 它继承了原先实数 的那个阿贝尔群的 一个结构 阿贝尔群就是 就加法交换的 那个性质 阿贝尔群 就是 就是它蛮多 这个这个算子 就是 就是它俩等价类 两个相加 两个等价类 x跟y的等价类相加 就等于x加y 然后再取它的等价类 就比如说这个x我取1.5 y我取3.2 那么 x取那个 就是这边带进来 那么这边就是0.5的等价类 就是那个分数部分是0.5 那这边y就是0.2等价类 那这俩加起来 那就是0.7 那这边的话 1.5加那个3.2 就是那个 也是4.7 4.7的等价类 也是0.7 所以就是 它俩是一样的 就可以得到 所以就是它满足这样的一个加法交换 就是嗯然后就是等一下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等价类 它也是不依赖于跟xy的选取 就是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就是因为就是它只要那个小数部分就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就是不依赖于前面它什么数了 就然后下面我们就可以定义就是这个定义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选 旋转那个映射了就是那个就是我给定任意一个c他属于r 呃属于这个是一个实数吗就是 然后我们就是称这个rc他这个变换就是称为一个角度c的一个旋转 就是c的一个旋转 它就是定义的那个圆就是这个这就是se吗se到se的se到se上面 然后对于任意一个呃呃就是他呃这个s他就是说对这里的任意一个元素对这个se的任意一个元素x当然他就是等价类嘛 x等价类他就等于就是这个这个x他加了一个c也就相当于他旋转了一个c角度加了一个c然后他加他因为他具有加法那个交换的信息所以就可以分别求他的那个呃那个等价类就根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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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根据这个这个算子就分别求他等价类所以就可以定义成这样定义成这样这个旋转的这个函数那我再根据那个这个旋转这个函数呃映射旋转这个映射我再根据前面这个呃就是呃就是因为这个空间我们把它叫做圆嘛se他可以通过这个phi这个映射把它映射到那个负平面的单位元上所以啊这个rc头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定义为就是就是单位元单位元上面的一个 旋转就是z他是属于那个单位元的吗就是负平面上单位元他的一个旋转就变成z然后对任意一个z然后就等于这个这边是sate嘛sate的话就相当于我转了一个sate角sate角呃其实也不是sate角是呃取一个sate就相当于转了一个rpc次角就是这样定义就相当于在这个单就这边这个就相当于在这个负平面单位元上的一个旋转就比如说这是z这个地方我我取了z那么哦就是c z比如说我取四分之一的话四分之一的话那么rpc就是90度了就是rpc就是90度90度那我旋转了90度然后就旋转到这了所以就是就可以把这个旋转的就可以把它通过那个通过那个就是那个通过通过这个phi就可以把它呃重新就是看落是在一个单位元就是负平面单位元上的一个旋转就是旋转映射 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呃呃然后就是那个r0的话那是sate r0就是sate等0sate等0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旋转没有旋转的话那就是横通行射就没有动嘛sate等0呃就是这边呃这边还有就是就是sate如果是二分之一的话那就是旋转了ppp旋转180度180度就相当于从这我旋转到这了180度 然后如果sate等1的话那就又回来了旋转360度就又回来了所以这跟前面的那个也是相对应起来的就是那个呃他不是说具有那个周期一吗对 就这边他是具有周期一的吗就这个周期一所以这边也是具有周期一的 因为他旋转了sate等1之后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整数倍因为rp就会被消掉所以这边 然后呃呃呃然后就是那个第二个性质就是说我我就是我先转那个tau就是rtau就是tau一个角度 然后再再符合那个rc这个角度就相当于就是直接就tau加sate就直接转转这个taya的一个角度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的逆他的逆就相当于我减去这个角度本来他是加了一个fate我往这跑然后我这边他的逆的话就相当于我减去一个fate那就是往这跑就往这个方面向我跑本来是往这跑然后这就往这跑了再减去一个fate 好嗯嗯嗯嗯 下面的话就 下面话就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 嗯 好 好 好 休息一下 好好好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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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把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θ这部分,所以是这样,然后这样的话,这边是k到θ,这边是θ到k加1,那他们又可以连起来了,就是就可以连成那个k到k加1了,因为k到θ,然后θ又到k加1,就是又分成两部分,这边所以就把这两部分又合成了一部分,就是k到θ,θ到k加1,就直接合在一起,就是k到k加1, k加1,然后把这个升级为2次,那我,那我联合这个1次跟2次,不是这个1型式跟2型式,就是就可以得到,这个mu就是rc这个e的那个,它的一个一个例,然后它就等于,它就等于它呀,因为我根据上面这个定义是,定义在哪,在这里,就是我e如果定义里面是e的话,那我就把这个e带到这里,那我这边,我这种集合是rc-1,然后集合1, 你,然后我就带进来,带进来,在这边,带进来以后,然后这个是的,他就,他,他这边说,他等于他这个,这个地方,他是根据上面这个,就是,我把派就是,把这个集合,派的一个往回拉,负1次,然后就等于,派的那个负1,e,然后减θ,这个,他等于这个是什么,这个三角式, 这个三角式,这个,这一部分,就等于这一部分,这是根据上面这个三角式来的,就是,等于派的一个逆1减θ,然后派的1,派的一个逆1减θ,然后交上这个01,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是根据上面这个三角式来的,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那个,减去,这个派,就是派的一个逆1减θ,交上这个01,然后我又可以得到,这个,这个的,这个的话,这不就是那个一,一式吗,就是一星式,一星式,我们就这样吗,就是那个这里,就是派的一个,一的一个逆,减θ,交上01,这个,一星式的左边,然后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二星式的右边吗,二星式的右边,二星式的右边, 他俩是相等的,他俩是相等的,是因为,是因为这是一星式,一星式我算到这儿,然后这边,他的右边,右边就是这两项,右边两项就等于二星式,所以就是说,这个数跟这个数是相等的,所以就是这里跟这里是相等的,这边是二星式,这边是一星式,一星式跟二星式相等的,那这个,这是二星式得来的,二星式得来的这个,这个的话,那就是μ1的一个定义啊,就是,呃,一的一个派的一个,就是往回拉,拉到实书上, 然后再交上k,k到那个k加1,这就是μ1的一个定义,μ1,对,这就是他那个定义,就是1往回拉,然后交上k,k到k加1,所以我就可以得到,就是,就是这个rc的这个,这个,这个映射,这个旋软映射,它的一个逆,把这个集合往回拉,就等于这个,它的那个测度,就等于这个,这个集合一的测度,所以,所以,这也就,就验证了,就是说这rc的这个,这个映射,就是这个旋软映射, 它是那个不变的,就是它保持这个是不变的,也对,也就,就是验证了我们这个断言,就是,它在μ下是不变的,就是μ在它的这个下是不变的,所以到这边就验证完了,到这边就验证完了,然后下面就是说,我根据那个θ的不同值,就是这个旋转,旋转映射这个rc,它就展现了两种就是,不同的那个动力学行为,第一种就是说,当θ它是一个有理数的时候,有理数, 我就可以写成一个分数,就是,呃,q分之p这种形式,然后p是那个整数,q是那个自然数,写成一个分数的形式,那么我这个,就是rc,我就是q是迭代以后,这边就变成一个qz,qz那就是p啊,p是整数,那s加上一个整数的等价类,不就等于它本身的等价类吗,因为整数,因为等价类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它的小数部分,相同小数部分,整数它的小数就是零啊,所以就是说,呃, x加上一个整数,就等于它本身的那个等价类,因为整数的等价类是零,所以这个是不变的,就没有问题。呃,然后就说每一个点呢,它都是有,有周期的,就是,并且有周,有周期q,就是如果我把它写成,呃,q分之p这种形式,那它就有周期q,每个点都就有那个,周期q,那周期性是非常强的回复性, 所以它有周期性,肯定就有回复性,所以这个,这个就说明这个rc这个,它如果c是一个有理数的话,它会具有很强的那个回复性,肯定也是,呃,就是会,会,会回来的,就是,每,而且每一个点都会回来,因为它是周,周期的嘛,周期很少,每个点都会回来,那第二个就是说,第二种就是,如果c它是一个无理数的时候,无理数的话,那我们就有这个命题1.3.4了,c是无理数,那么任意一个元素, 就是x等价类的这个,它的轨道,在这个旋转因子下的轨道,它在这个圆上,在这个圆上,它都是稠密的,就每一个这个x的这个等价类,它的那个在旋转因子下,它的轨道都是稠密的,然后下面我们要证明就是这个命题1.3.4,呃,因为我们要证明稠密这件事嘛,所以我就这边蓝色就是,我们通常证明就是一个集合在一个集合中稠密的两种等价条件嘛,就是A在E中稠密的, 就是,就是它的一个等价条件就是,证明就是说,A的这个B包,它可以包含入E,就是,就可以,它就等价于A在E中稠密,那如果A是E的一个子集的话,那就等价于去说明,这个A的,A的B包,它是等于这个集合E的,如果它是它的一个子集的话,那第二种证明稠密的方法就是,对认给一个,认给E里的一个,一个,一个元素x,我都可以在A中找到一个点列,使得这个点列它收敛到这个E里的这个元素, 这是第二种证明,那个稠密的一个,一个等价条件,那我们下面这个证明就主要用到第二种,主要用到第二种,我们通过就是说,任意在那个后面这个集合里的一个点,都可以在这个A中,找到一个点列来收敛到它,我们主要用到这个第二种这个证明方法,就是证明稠密的方法,好,我们就开始证明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先,就是断言就是D这个集合,大D这个集合,它是一个,它在R中是稠密的,实数R,实数R里是 是稠密的,第一是就是,呃,c因为这个条件已经是,c是无理数了吗,c是一个无理数,就是M属于那个整数,N属于一个自然数,就是M加Nc,就是这个集合,它在实数里,它是稠密的,我们就要证明,呃,要证明,要先证明这个断言,断言这样一件事,下面就是,我们就考虑任意的一个,呃,一个小R,呃,实数里,实数里的一个元素小R, 就是我给定一个Epsilon大于0,我都可以选择一个PQ,PQ,呃,它们分别属于整数跟自然数,使得就是,呃,Qc-P,它的一个绝对值要小于Epsilon,那这个,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Q分之P去逼近于这个无理数,我用一个有理数去逼近于一个,去用一个那个,用一个有理数去逼近于这个,逼近于这个无理数,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蓝色的意思,就是我用这个有理数去逼近于这个, 无理数,就是让它在一个任意小的范围内,Epsilon大于0嘛,让它在一个任意小的范围内去逼近这个,无理数,那,因为c是一个无理数嘛,c是一个无理数,那,就是,Qc-P就不可能等于0,因为,无理数,我不可能用分数把它表示出来,所以就不可能用有理数把它给,就,就让它相等,用分数表示出来,所以就是这个,Q,Qc-P,它就不可能等于0,不可能等于0,我就把它记为, 把它记为,下面的话,我就假定这个A大于0,就是A小于0的情况是类似的,就假定这个A大于0,假定A大于0呢,然后,我就就是细分,就是这个实数,这个实数轴,这个,细分实数轴成那种,呃,区间,区间长度为A的区间,把这个实数轴分成就是每一段都是,每一段都是长度为A这种小区间,每一段都是长度为A这种小区间,分成这种,这样做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看到,那它就会存在一个L, L属于这个自然数,就是,自然数,L属于这个自然数,存在这样一个L,使得呢,就是R-LA大于等于0,小于A,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就是我要使得这个,我,我,我前面就是任意的这个实数小R,使得这个小R,它要落在某一个区间,到某一个区间之间,就是, R大于等于LA,小于等于L加1,就是这个实数,它要落在,就是这样,比如说这里,这是那个LA,这个,这边到这里是LA,这是那个,那个L个区间,然后这边,这又,这是L加1个区间,L加1被的A,这个区间,我要使得这个,这个实数,任意给的这个实数,R,落在这,落在,就是,就是, 落在这个区间里,这个区间LA到L加1,落在这个区间里,这个是可以办到的,因为,我把它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就是说,它总会落在这样一个区间里,就是,总会落在这样一个区间里,任意的实数,总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所以就是这个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办得到,然后呢,这个就可以意味着就是说,R减去那个LQC,减去LPC,它就等于那个, R-LA,R-LA,这边我已经给出这个定义了,就是,它要小于,小于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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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然后我再让A去小于这个M,小于M,小于M,小于M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它到R的距离,它是任意的,可以,可以给定M,就可以任意的小的,任意小,那我令,我令这个N等于这个LQ,令N等于LQ,令M等于负的, LQC,然后就由于这个,M是任意的吗,就可以任意的逼近吗,这就相当于,我找到了一个序列,我在那个D里找到了一个序列,这个LQ就相当于N,就是负的LQC,相当于M,那M就相当于M加上NQ吗,相当于这个D里的这样一个序列,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序列,去使得它,它就是去逼近于这个R,使得这个,这个, 这个R,它的那个,它到R的距离是任意小的,就任意小,去逼近吗,就相当于去逼近,去逼近的话,由于这个M的任意性,所以就是,就是证明就是这个,它就是这个,这个小R,它应该是属于这个D的一个B包里的,属于一个D的B包里,所以就可以证明就是,这个D的这个B包就等于这个10序R了,也就证明了这个稠密, 你就证明了就是这个D,这个几何,它在这里面稠密,就是,就是用了第二个,就是我在任意一个R里的一个元素小R,我都可以找到就是D里的一个序列,去逼近于它, 这边就是这个,这就是一个D里的一个序列,一个序列去逼近于它,使得它小于任意的Epsilon,那它就,所以我们,因为这就是,等价就是,稠密就是这样定义的嘛,就是等价条件就这样证明,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序列去逼近于这个实数R,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D,这个B包是等于R,所以就证明了D在,也就证明了这个D这个集合,它在R里是稠密的,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给定了任意的XY都是实数和Epsilon大于0,然后我取这个小R等于为Y减X,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是它俩做X,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MN,M跟N,属于这个整数,就是,就是我可以用,还是就是这样,我用这个,用这个序列,用这样一个序列,用D里的一个序列去逼近于这个实数嘛,去逼近于Y减X, 这是因为上面的嘛,就是我用D里的一个序列,MN加FET,去逼近于这个,去逼近于这个实数,Y减X, Y减X就是小R嘛,就逼近于这个实数,小于Epsilon,因为它是稠密的嘛,这个是,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说,呃,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这个小于这个Epsilon,这个是,它就等价于就是Y的那个,Y的等价类,到这个X等价类的一个N次,旋转硬式的N次,N次接待以后,它俩的距离小于Epsilon, 这个地方就,呃,就其实没那么显然,就,所以这边蓝色的就是,我来解释就是,就是, 就是,然后因为它是M加NFET,然后,呃,减去Y,呃,减去括号里Y减,怎么,所以我就把括号去掉, 把去,去掉以后就是加X减Y,就Epsilon,这个没有问题,去掉括号,去掉括号以后, 它小于Epsilon,Epsilon是任意小的那种,小任意小那种,那我就相当于取他俩的等价类, 然后再做X呀,因为它本来就小于Epsilon,小于Epsilon,它可能就,因为Epsilon可能后就很小,肯定要小一了,就是那种,很小, 然后我再取等价类也是成立的,因为等价类只有小数部分,就是整数部分相当于就拿掉了等价类, 就是只有小数部分,就等价类,对于我取他俩等价类,就是前面跟后面等价类也是成立的,就相当于只有小数部分, 取这个等价类之后,因为这个M它是整数吗,M是整数,M是整数的话,那我就可以拿掉, 拿掉以后,因为一个这个数加上一个整数的等价类,就等于他本身吗,因为等价类相当于只有相同小数部分,整数的等, 那个等价类就是那个零吗,其实就是呢,就没有的什么那种,所以这个是可以变成Nc加X的, 我就可以这步这步到这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M是一个整数,他等价类就是零了, 到他,然后这边还是拿下来,也没有问题小M是,那这个这一部分就是Nc加X,他就等于这个XX的那个旋转硬式的N次结代, 这就是他呀,这就是他的N次结代,那把这个,把这个Nc这个N次结代带进去以后,那不也就是说,就是这个Y, Y跟他的那个Y跟这个旋转硬式的N次结代,他俩的距离小M是吗,它是绝对值吗,绝对值小M是吗,就是距离小M是吗, 所以就意味着,这就意味着就是,对任意的一个Y等价类,就是S1上,对任意的一个S1上的一个Y, 任意S1上的一个Y,我都可以,我都可以在这个轨道,用这个轨道里的一个序列去逼近轨道, rc的N不就是那么轨道吗,用轨道里的去逼近,去逼近小M任意的Epsilon,那用轨道去逼近这个, 它也就说明这个轨道,这个轨道它在S1上应该是稠密的,就利用了这个条,还是利用了这个第二条这个, 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轨道,也不是说轨道,用轨道里的序列去逼近,去逼近于任意,任意一个都可以用这个轨道里的序列去逼近, 那也就是证明了它的稠密,那也就证明了就是,这个轨道它在这个S1上也是稠密的, 所以这边也就证明了就是每个轨道它的S1上都是稠密的,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地方也就证明了,就是就是它是一个无理数的时候,就是它的轨道, 呃,那个等就是任意的那个S1上的一个元素,元素就是当然就是等价类了,它的轨道是稠密的在圆上, 然后,呃,然后下面的就是讲完了那个,讲完了那个圆的旋转, 然后就要讲那个在圆环面上的一个旋转,圆环面上的一个旋转, 这个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就是类似于就是在圆上的一个旋转, 就是就非常类似,就只不过就是把它拓展到那个低微里,就是低微空间里那个, 就是拓展到一个低微里,就是RD里,呃,然后就是就因为低微嘛,就是向量的形式了,就是, 然后就是这样,等价的也就是这样定义,就是它是一个整数向量,就是它俩, 如果它就是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等价的话,就是就是很类似, 只不过就把它弄成向量的,然后这是一个低微环面,然后低微环面的话就定义, 就是他们分别都去低微嘛,就是就本来是一个环,本来是S1, 这就相当于S1的一个低,一个低微,然后就是一个低微环嘛, 同样的就是那个M是这个那个特度,然后保持那个加法交换也是, 就是非常类似,就是也是这个旋转,然后这个就其实没什么, 好好讲的了,就是那个也是这样的,就也是,它也是当然这边的定义的那个, 呃,就是这个低环上的环上的那个那个测度,它跟那个之前有点不一样, 它这样定义的,然后就是并且它就说这个它也是在这个这个旋转印象下, 它的这个测度也是保持不变的,当然它也没有给什么呃,就是就是一些类似的推论嘛, 就相当于因为只是把它拓展到那个低微环面什么, 然后下面他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也没有太多的赘述,就是就是那个这个这个项量, 它是一个就是呃,有理独立的,就是如果它对任意的整数, 那它如果它等0的话,只能推出来就是这些整数权为0的话,就说它是那个有理独立的, 然后否则的话就说它是有理依赖的,就是这个, 然后并且就是θ如果是有理独立的话,就当些紧当,它是这个旋转印,它是一个极小的, 然后,然后就意味着这个轨道,它在这个环上也是抽屁的,然后就没有太多的赘述, 所以我也就,我也就没有太多的赘述,就这个地方, 然后第五个,第五个例子就是那个保守映射,就是那个,就要讲保守映射, 然后就是保守映射也是,它是就是就回复性的,因为它也有一个不变的概率测, 不是,呃,它有一个不变的那个有限测度,呃,就是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保守映射, 就是让m它是一个开子级,就是欧式空间,就是低为欧式空间里的开子级, 然后f是那个m到m的一个c1那个c1那个微分同胚, 然后,然后,然后这就意味着就是f它是一个双射, 然后它的它的逆,它都是可为的,并且它们的导数都是连续的, 然后这边我取那个,这个vol就是,是使它,就是乐贝格测度, 限制在rd上的那个,就是乐贝格测度, rd上的乐贝格测度,限制在这个m上的那个,那个体积测度, 就是体积测度嘛,因为rd上的就叫体积测度,乐贝格测度就是体积测度, 就是vol这个,就是表示它的那个,限制在m上的那个体积测度, 然后就是根据那个,那个变量变化公式, 然后对任意的一个集合m里的集合可测集m, 然后我让这个测度,这个这个体积测度就是fb, 就等于这样一个定义,用那个f的一个那个亚克比矩阵, 然后亚克比矩阵那个行列式它的一个绝对值来定义, 引力引力1.3.5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 一个ce的那个微分同胚,微分同胚f, 它如果保持这个体积测度,当切紧当,当切紧当这个亚克比矩阵行列式的绝对值, 这边亚克比矩阵行列式的绝对值,它是等于1的,就是那, 这是它保持体积测度的一个冲药条件,那如果我证明了这个, 这个亚克比行列式的绝对值等于1,也就是说它保持体积测度, 保持体积测度,那就意味着它在,它就是因为它这个体积嘛, 体积嘛,它是取得那种子机,如果这个子机再是, 再是那个,就是说它是有有限的话,有限的话呢, 体积测度,体积也是有限的,体积是有限的,也就意味着它会具有回复性, 所以就这样,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证明这个盈利1.3.5, 首先我们就从右边往左证,就是我假定它的这个亚克比行列式的绝对值, 它是等于1的,对每一个F的数M,然后让E是任意的可测集, 我让B是这个1的那个负一次那个往回拉,它的一个逆, 然后这个E的一个体积,就是这个集合E它的一个体积, 就是就等于这个FB,因为E等于FB嘛,因为这边我让B等于F1的一个负1, 负1次,然后那么E的话就多用一次F,那就是FB了,这个没有问题, 那FB的话,我根据上面这个定义是FB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亚克比举正的那个行列式的绝对值, 亚克比举正的行列式之旅,我们已经假定它等于1了, 这边就把等于1带进去,等于带进去以后,那么它就是这个集合B的一个测度, 这个没有问题,极客B的测度,那它就等于B因为等于E的力嘛, 它的力带进去,那它就是FE的那个F的负一次迭代, 然后它的一个测度,那这边是它,这边是它,所以就是这个体积测度, 所以这个F就保持这个体积测度,就是这刚好就证明了这个, 它是保测的嘛,就是保持这个体积测度,这个F, 然后就是在往,在从左边往右边正,就是,就是不失一般性,就是假定它这个大于1, 就是它的亚克比行列式那个矩阵,那个行列式那个绝对值要大于1, 大于1的话,那由于那个亚克比举正它是连续的,那它就会存在这个X的一个领域, 呃,和某个就是Sigma大于1,使得就是它这个, 亚克比基举行列式的绝对值,它有大于等于Sigma, 因为它,它我假定它大于1,Sigma又是大于1的某个数, 所以我就可以大于等于Sigma,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大于1,大于1, 然后Sigma又是大于1的某个数,所以这边就是可以等于,这边可以取消等号, 然后这边Y的话就是在这个领域里的所有,下面就是让B等于U, 让B等于U的话,那么,呃,体积测度就是VUL这个体积测度, 就是它这边本来是FB嘛,然后这B就被换成FU, 因为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定义的,就是FB,这边就换成FU了, 因为我让B等于U了,然后U的话,那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呃,就是它的一个那个, 呃,雅克比几种好练是绝对值的,然后因为雅克比几种好练是绝对值的, 它要大于等于Sigma,然后这边它这个积分这个不等号也是成立的,呃, 大于等于Sigma,然后这边DY,然后Sigma这边,我把Sigma因为它是一个, 长数我提到外面,提到外面就相当于大于等于Sigma,这个U的这个体积,体积测度,呃,体积,啊,这个是成立的,成立的话, 然后下面我再让,呃,再让E等于FU,E等于FU,那由于这个,呃,这个U的这个测度它是大于零的, 因为体积测度嘛,因为它的一个领域,领域就是它又是连续的,所以它这个是大于零的,那么一,这个一这个式的,就一星这个式的, 它就意味着就是,就是,E的,E集合E的测度,E就是FU嘛,就这边,E就是FU,就是FU,这边我也写了,FU,E等于FU,FU,FU的测度就要大于那个, U的一个测度,U的体积,因为这个Figma是大于,是大于1的,所以也就是说,它是要大于它本身的,因为它要大于1倍的它,就是大于1倍的它,大于等于,所以它肯定要大于它了, 所以它肯定要大于它,它的话,因为U嘛,U我取了那个,不是,E的话我取了FU,那U的话就等于F1的一个逆了, 所以就是,这就证明了就是,这个E的体积测度要大于这个E的往回拉的这个测度,所以就,所以我不能证明它是等于,证明它是大于,所以就一,这就意味着它不能保持这个体积测度了, 那类似的话就是小E的情况也可以证明,然后就是它不能保持那个体积测度, 然后呢,下面就是那个第六个例子,第六个例子就是保守的那个流,就是那个流,流水的那个流,就是这个动力系统是连续的,连续的动力系统流, 呃,呃呃,呃呃,那个呃,连续的动力系统,然后就是那个,呃就是,就是它跟前面的类似就是,还是一个就是,情况类似对每一个,呃对每一个那个T, 然后,呃,就是T数R,然后FT,呃,然后M到M上的一个,就是那个最映射,然后M还是一个开字级,就是欧式空间里的开字级,然后我们假定那个这个流它是C1的,然后,呃,就是,然后就是这个映射TX,就是这个这个有虚对,就是TX,映射,映射到FTX,然后FTX它是一个,那个可微的,然后就是, 它们的导数都是连续的,然后,呃,特别的就是,呃,其实这个就是完全跟前面的是,呃,就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呃,就是这边,这边的话就是,F0的话就是横桃映射,然后亚克比,它的一个亚克比几顿也是那个连续变化的,并且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亚克比行列是每一个T,它是大于零的,在某个点,在每一个点,然后运用前面的那个,运用前面的那个,引力1.3.5, 引力1.3.5,我们就可以得到类似的,就是说,它如果要像保持体积测度,当时紧张,它的那个,呃,亚克比矩正的,就是它要等于1,它要等于1,等于1的话,但是,呃,这边就是由于那个流的,就是,就是在大多数情况实际当中,它是不适用的,因为就是,就是这个 流的,它的那个,那个显示表达,是我们就是很难得到,很难得到的话,所以就,就不能够,就不是很好检查这个条件,条件1.3.43,那,所以就下面就是说,通过那个,通过那个流尔公式,就是把它转换一下,就是转换一下, 然后,呃,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流的,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向量场,就是那个F,然后这个微分方程,这个FY的话,就等于FTX,呃,它通过这个向量场,它的这个微分方程,这个向量场,当然它有X多于出质解了, 然后这个向量场,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向量场,就是这个FY,通过这个向量场,就是,然后流尔公式,它就是把这个,这个流FT的,它那个亚克比矩正,跟它的那个散度, 就向量场到散度,给联系起来了,然后,下面就是这个流尔公式,就是它的那个,亚克比矩正的那个行列是,它就等于那个, 散度的那个积分,然后,而不是,在那个指数上,那个它的,然后0到T对散度那个积分,然后,这就是那个流尔公式,那流尔公式就很好的解决了前面这个问题,就是,我本来是要求它的那个, 本来是要求FT的那个,亚克比那个行列,亚克比矩正的行列是,因为它本身的那个,我们就是, 都很难得到它的那个表达式,所以这个流尔公式就把它转化成去求那个散度了,那如果它等于1的话, 呃,它等于1的话,那就相当于,这边这个,这一部分,这个积分这部分要等于0了,因为这边是1嘛,指数,这部分要等于0,等于0的话,那就相当于去求这个散度为0。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得到的吗?哪个?就是这个,这个公式。 呃,这个应该就是流尔公式吧,不过我没有查过。 哦,就是,它是直接算就可以得到这个等式是吗? 对,不过我没有下去查,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流尔公式应该就是,它是就是把那个,呃,把那个就是那个散度,就是那个,把那个香料厂的那个散度,跟这个亚克比这个联系起来,应该这就是那个流尔公式。 就是那个,啊,对,不过我没有查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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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这个散度的那个表达,就是这个香料厂那个F这个散度的一个表达,就相当于它那个,亚克比基正,它那个一个,一个,就是那个,对角线上那个元素的一个想家。 然后,1.3.6就是那个,就,就,就是,就是运用就是,把之前的那个,呃,本来它对流,我们本来是应该去求它的那个,那个, 雅克比行列式,它等于1的嘛,等于1的,但是因为我们很难,很难得到就是FT这个流的它的那个表达式,所以就转化为求香料厂,就是它如果保持测度,保持体移测度,就当切仅当,这个散度为0,就是那个散度很等于0,散度,根据这个流尔公式,散度等于0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个,这个1的这个指数这边是等于0,等于0的话,这个积分等于0,也就是这边是等于1了,但就等价于是那个,就等价于前面的那个,就是那个雅克比行列式, 它是等于1了,所以这个流尔公式就把这个问题给转化了,使得它变简单了,就,后面的话,就是把这个,把这种方法就拓展到那个黎曼流行上,也是类似的, 就是黎曼流行上,就是多标变成低位的,然后就是,然后,类似的,然后就看这个定理1.3.7,就是这个流,它在这个黎曼流行上,当然这是F是它的一个香料厂,在这个黎曼流行上,它如果保持体移测度, 保持体移测度,当价锦道也是那个,它的散度为0,在每一个点,然后,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就是通过那个,前面的那个黎曼流行上, 就可以得到,就是,如果这个流行,它有一个有限测度,有限测度,然后并且它的散度为0,散度为0,就意味着它有不变的测度, 散度为0,意味着它有不变的测度,不变的测度,加上有限的,那就意味着就是,每一个点都是回归的了,也就是那个黎曼来恢复定理了,就是最关键的,它有有限的,并且不变的测度, 那就意味着这个系统它是回归的,就每个点都是回归的,然后这就是,这就刻的几个例子。 对,然后我就讲完了,就这个。 所以中判,你今天就是讲到这里是吗? 对对对,还有,还有一次,下次还有,还有一次。 对。 那有没有,有没有老师或同学有问题的?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谢谢中判。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好,谢谢。 好,拜拜。 拜拜。 拜拜。